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周末闲聊 一觉醒来 大家最担心的事情出结果了 伊朗对以色列的复仇行动如何了呢 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些什么 首先 复仇行动终于打响了 几十枚火箭弹如流星 以军宣称 铁穹反导弹系统拦截了部分来袭火箭弹 但是依然有一些火箭弹落入了以色列境内的空旷区域 其次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 在波斯湾扣押了一艘与以色列有关的货船 还有就是伊朗通过阿拉伯国家传话美国 不要插手意义冲突 否则该地区的美军将受到打击 狠话放了十多天 结果就这 如果真主党真的要确保 以色列的防空反导弹系统超载 火箭弹的行动基本没有意义 难道美国的情报错了 还是说这是德赫兰复仇行动的前菜呢 美国媒体认为 小小的火箭弹袭击 更像是伊朗方面的一次试探性攻击 德赫兰正在小心翼翼的控制力道 一方面要安抚国内的强硬派情绪 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冲突失控 导致和美伊爆发全面战争 从军事角度来看 有夫妻认为 这是在反复的极限施压中测试以色列军队的防空能力 竟最大可能让对手处于疲惫状态 是现代战争虚实相见的典型做法 之前 美国军事专家分析 按照我们情告机构的预测 伊朗的反击行动规模还要大得多 除了火箭弹袭击外 还将出动超过100枚自杀式无人机 发射几十枚导弹 对以色列本土的多个军事基地发动打击 也有人认为 伊朗就是个嘴硬手软的怂货 任何进攻只能自取其辱 自取灭亡 它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点 其实我们在理解很多问题的时候 都不要非黑即白 我们从各国的利益出发 来看看背后的逻辑 大使馆是一个国家领土的延伸 诈管事件是伊朗的七尺大乳 站在伊朗的角度 正常的逻辑是 伊朗一定会发起大规模的报复 从表现上来看 伊朗已经暂停了进出德黑兰的所有航班 所有武装部队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 展示了九种能打击以色列的导弹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说过 要美国下场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是和东方大国彻底线了桌子 第二是以色列遭遇到了大规模的威胁 伊朗当然知道这一点 所以报复行为必须要讲点技巧 所谓的技巧要遵循两点 一个就是不能越过美国的红线 就是上面所说的两种可能 第二个就是要争取最大的收益 所谓最大的收益 无非就是让以色列退出架杀 对此 伊朗在4月8日对美国说 如果以色列接受哈马斯永久停火协议的话 伊朗可以不追究大使馆被炸的事情 当然这个可能性不大 但是在阿拉伯的世界来看 这是用屈辱换和平 万一成功 那么伊朗之后的好处 带头大哥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伊朗是如何做的 首先是制造恐慌 伊朗宣布 以色列在国外的大使馆将不再安全 话音一落 以色列立刻关闭了28个驻外大使馆 所有作战部队暂停休假 征召预备役加入防空部队 但事实上 伊朗正在以色列在别的国家的大使馆 就等同于同时惹毛了两个国家 所以被外界来看 这种威胁大概率就是雷声大于雷响 其次 伊朗誓言要报复 矛头瞄准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队 好巧不巧的是 4月7日 以色列突然宣布撤军了 撤出之后 以色列在整个加沙地带 只剩下一个旅的军队了 之前无论是联合国的决议 还是拜登的警告都没有用 这次撤军 虽然说是整修和换防 但还是被高度怀疑 这与伊朗的小动作有关 而接下来 如果伊朗大规模进攻以色列本土 这就是最愚蠢的做法 很可能会扩大中东的乱局 逼迫美国下场 所以接下来 估计伊朗还是会维持软淡的做法 那么如果这么一直僵持着 那你说哈马斯这段时间会干什么呢 招人 囤粮 重新挖地道 走私武器 或者是亲自手挫一点武器 渐渐的就会形成这样一个奇怪的逻辑 一切都将慢慢地回到过去 以色列和哈马斯正在就停火协议进行谈判 但是据CNN报道 哈马斯已经找不到40个以色列人质 这是停火协议目前面临的主要障碍 报道称 这让人担心实际死亡的人质数量 可能比公开的要多 而哈马斯方面则变称 是以色列的轰炸力度似乎没有让人质安全回家的打算 从以色列的角度出发 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说 以色列进攻加沙地带要实现三大目标 第一是解救被扣押的人质 第二是消灭哈马斯 第三是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到目前为止 这三个目标暂时都没有实现 而这是这场战争打了六个月之后的结果 要知道 这是以色列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之前所有的中东战争的大局 以色列都是在十天左右掌控大局 而这次美国给了六个月的时间 还没有实现既定目标 这会让所有中东各国 对战功赫赫的中东小霸王失去敬畏之心 也让拜登失去了耐心 川普也表态 必须结束你们的战争 这会在今后的很多年里 对中东影响深远 继续站在以色列的角度来说 受到拜登警告 正常的应该是要么全面进攻 完全拿下袈裟 要么挺拜登的 然而以色列的选择出乎人的意料 反而玩了一票大的 那就是袭击了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 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呢 就是想把事情搞大 刺激伊朗只是手段 让拜登下场才是目的 拉着拜登一起干 让美国亲自参与进来 内塔尼安活的政治生命 可以得到延续 真可谓有胆有势 而站在美国的角度 拜登根本就不想下场 希望大事化小 白宫已经通过中国 土耳其 沙特 英国 德国等国 劝说德黑兰 不要一意孤行 以免中东局势失控 同时 美国开始向中东派遣更多见机 原因和逻辑也很简单 一旦和伊朗全面谈牌 那么势必要陷入又一次 中东的战争泥潭 很可能让中俄等国成功解套 自从巴以冲突开始 大毛的压力明显减轻 二毛呢 因为军援力度下降 立马就赶到了力不从心 而东方大国也再次获得了缓冲时间 这是拜登不愿意看到的 为了美国更优先的核心利益 白宫也会全力阻止 以色列和伊朗大打出手 只不过前提是伊朗发泄完路火 否则中东战争的阴影将继续笼罩 将永无宁日 现在的世界形势比较微妙 看瓜的从来不嫌瓜大 目前各国评出反常现象 埃及当局也已经对以色列发出了警告 如果以军进攻拉法 那下一步埃及就直接停止和以色列之间 于1979年签订的友好条约 叙利亚外长说 现在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叙利亚将决定何时何地发动战斗 而目标是葛兰高地 葛兰高地面积是1800平方公里 海拔2800米 位于叙利亚 约旦 黎巴嫩和以色列的交界处 以军控制了葛兰高地 就可以随时威胁叙利亚和黎巴嫩 葛兰高地距离大马士格只有60公里 距离贝鲁特大约是80公里 关键是 葛兰高地是以色列最主要的水源提供地 非常神奇的是 在干旱的中东地区 葛兰高地的降水量在年800毫米左右 因此被称为中东的水塔 一旦葛兰高地失守 以色列将丧失一半水源 和以色列接壤最多的国家是约旦 约旦那边 老百姓围攻了以色列驻约旦大使馆 还在边境用枪打了以色列的士兵 但是约旦国王却说 这是老百姓自发干的 没法管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伊拉克叙利亚也门 包括黎巴嫩国内都建立了志愿军 而且伊朗天天一卡车一卡车地 给他们送装备 就如视频开头所说的 这次黎巴嫩真主党那边 对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即使美国来帮以色列 你说打谁呢 看看这些武装组织 黎巴嫩真主党不是黎巴嫩政府的 也门胡塞也不是也门政府的 他们都叫伊斯兰组织 没有国家形式的存在 全是游击队 根本抓不到人 其实今年在大使馆被炸之前 以色列早就多次出手了 二月份的时候 伊朗主要天然气管线发生了两起爆炸 美国《纽约时报》风险称 爆炸事件系以色列所为 从未见过如此规模和范围的爆炸 对伊朗能源供应的影响非常大 虽然当时激起了国内的不满情绪 伊朗官方也忍下了 始终在滴答作响 将来 伊朗是继续说最狠的话 挨最毒的打 还是忍无可忍 踏破美国红线呢 谁都不知道 以军已发出威胁 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实施大规模报复 那么以色列就将攻击伊朗的核设施 据以色列媒体披露 最近几天 以军飞行员正在接受秘密训练 目标就是伊朗境内这些核设施目标 当然 如果走到那一步 伊朗就别无选择 那就是攻击以色列迪莫娜的核设施 东风吹战鼓雷 波斯人和犹太人 这个世界谁怕谁 就怕恨得碰上不要命的 但就这个周末而言 希望台平无事 那么下周股市也能从阴霾中重新抬头 好了 本期闲聊就到这里了 一孔之剑不喜无骂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您的高见 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Surprise 跟我 踏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